怎么就这点钱啊 你这个月迟到了21次 你怎么在打预级还被老板看到的 你怪谁 女人 要是上班不用打卡 打预级也不会被扣钱就好了 完蛋了 就这四十六五十七了 人呢 来来 等一下 这些人怎么都知道了 因为以后都不用打卡了 老板不会扣工资的嘛 这就是老板的 这时候老板叫我来他办公室 递给了我很多猫罐头和一碟钱 说以后公司不会再扣钱了 我抱着预约来问主管 主管却在打游戏 让我更惊讶的是 人是小姐姐喊大家吃下午茶 今天公司有点不正常啊 难道是预约 预约呢 要是上班不用打卡 打游戏也必须被扣钱就好了 好 好 好